大家午安 今天可以在這裡談科學普及 真的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感覺 陳老師不在不然我看就是有點悲慘 那在開始之前我要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來自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二年級的蔡忠麗 那會接觸科學普及是原因是 我在高中的時候跟一些同學在高中的時候 成立了科學研究社 那從此之後我也很愛到各處去聽演講 包括各位現在所在的這個講堂 也是我常來可能不小心會睡著的地方 但是可以吸收到很多好有趣的知識 那在開始正式介紹科學普及之前 我要先介紹一下旁邊這個老頭 那這個老頭是我非常崇拜的一個人 他叫做法拉第 那他是發現了電子感應的人 那也是被譽為是現代電機工程學之父 所以各位現在的手機 各位現在的電腦 都跟他當初的發現 有很大的關係 那他除了是很偉大的科學家 是一個科學巨匠之外 他也說過這句話 就是他認為說科學教育啊 孩子很單純 科學也是很單純的 那我們必須用非正統教學的方法 去表達科學的核心思索 那所以最重要的是科學的核心思索 於是我要再講一個法拉第的小故事 法拉第呢很喜歡在聖誕節的夜晚 就是他會開一個有趣的科普的講堂 那一個大講堂裡面他找了200多個小孩來 他可以在那個講堂裡把200多個小孩 留住兩個小時 你要想想看 你在一個講堂裡面面對200個小孩 然後跟他講堅持兒的科學原理 可以幫他留住兩個小時 這是非常偉大的事情 這個 大家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這是一系列的很多XX 那個 東升新聞的一個節目 對 那這個事件呢 其實是在幾年前 有一個鹽奶事件 就是一個阿姨幫一個母親幫我帶小孩 然後在他那裡面加了過多了鹽 然後導致那個小孩長期食用之後死亡了 那重點不在於這個事件 重點在於這個報導有多麼的可怕 我們都知道鹽是濾化鈴 它在奶粉裡面加了過量的濾化鈴 因此導致那個小孩的體內的鈴離子量過高 但是這個節目可怕的地方來了 他說他的細胞是被炸毀 他把濾化鈴跟鈴 純鈴 鈴離子跟鈴分不清楚 所以他還秀了一個很恐怖的影片 就是一個 國外把鈴塊加進水裡之後 到時候那個水桶就爆炸了那個影片 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他說這個小孩 一個一個細胞是被炸毀的 再來他又說 鈴塊加進水裡之後會產生氰化鈴 所以他細胞不當然是被炸毀的 而且他的細胞還被一個一個腐蝕掉 所以我就很想問他說 奇怪你昨天早上 昨天晚餐吃飯的時候沒有加鹽 好 所以要介紹科學普及 科學普及到底是什麼 就像剛才的新聞 一般的人或許現在的學生 在國中高中教育之後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分辨 大離子跟鈴到底有什麼差異 或者是至少我們知道 是氯化鈴這件事情 不會導致我們爆炸 那科學普及到底是什麼 科學普及是希望用 我們懂科學的人的話語把它簡化 降低學術上科學的門檻之後 傳達給大眾一些科學的訊息 那當然我們不可能讓每一個人了解 包括我們自己 不可能了解每一個學門 或者是每一個領域上的專業 比如說之前的大具檔案 他可能牽涉到房安 牽涉到土木 那我們可能 比如說我是學生物的 我可能沒辦法了解這些主題 那科學普及到底想要傳達的是什麼 我們想要傳達給一般人邏輯的思維 或者是你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懂得你不是只是片面的接受它 你懂得去質疑它 你懂得去上網查資料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訊息 所以這就是科學普及的重要性 如果說你不懂科學普及 你就會相信你吃鹽會被炸火 所以科學普及的推廣 那科學普及的推廣 包括陳老師之前擔任的 科學教育發展中心的主任 辦了很多的case的演講 那包括現在正在進行的中研院 今天中研院的開放 如果各位等一下有空的話 或許可以去中研院畫畫 那還有很多penside 就是泛科學最近幾年興起的 還有很多很多各大學 譬如說中央大學的科教中心 成大也有相關的機構 那都是在推廣這個科學普及 好 所以我在高中的時候 參與很多科普的活動 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投入科普的活動 那於是我就想 我到底譬如說我跟陳老師 對科普的了解 差異會在哪裡 我就想 我在高中玩了三年 我想我應該在對高中的社團 可能比陳老師還要更了解科普 所以說我認為 高中職的社團 現在高中的社團 非常非常的多元 有辯論社 有科研社 有智科社 有生物研究社 大家可能參加康福社 那這些每一個社團 都有自己的特點 那這些多元就是高中所追求 那所以我現在要講高中職優點 那為什麼會覺得科學推廣 必須放在高中職呢 很大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們是大學 譬如說高中職是很有地區性 我們通常都在你家裡比較近的地方 然後就不高中 我們通常就是會家屬 所以你可以再把你吸收到 或者是你所學習到的辨識的能力 或者是科學上的知識 帶回家中 譬如說你媽媽看到 綠化鈉會爆炸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至少可以跟你說 跟你媽媽說 媽 今天晚上的菜還是要記得加鹽 所以這就是高中職的優點 那高中職的缺點是什麼 高中職只有三年 通常高一進去 高二進去 很用心的擔任社團幹部 到高三 就要準備學測跟指導 所以這是高中職的缺點 那 加一個 所以高中職呢 有很多的社團 有很多元的特性 他們可以 但是他們有一個缺點就是 很偏向地區性的封閉 譬如說台北的社團 常常跟台北的交流 討人社團可能常常只能 討人交流 那這就造成了一個很大的缺點 尤其是 不同的社團 更很少的機會交流 你有聽過辯論社跟科研社 一起辦合作嗎 根本就沒有 你有聽過吉他社跟科研社辦合作嗎 也不太可能 所以這就造成了一個很封閉的現象 所以我現在希望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想計畫的是 就是我要弄一個社團的大集 社團的大集 社團的大集 我找平衡社的同學來 我找科研社的同學來 我找可能大船社的同學來 康福社的同學來 吉他社的同學來 那這些可以告訴你 請問各位知道什麼是虛跟結索 辯論社的 需求性解決力 需求性跟屬性解決力跟損益比 這個是辯論社在審 一個政策性變期的時候 首要的一個要素 那各位可能不懂 但是這是政策上的語言 那所以我說 我想要找不同的社團的同學來 想要了解說辯論社的同學 那你教科研社的同學 通常一個政策在決定的時候 你會考慮什麼樣的方案 科研社的同學 請你教一下辯論社的同學 你在辯論的時候 你可曾想到 你手上所握的數據 或者說你所思考的現實 是否真的符合現在名義的感受 或者是真的符合科學上的事實 而不是只是拿到一組數據 像剛才有一個同學 就花了一段時間 解釋哪一組事件的那段部分 所以我希望促進學生間的對談 當學生間與學生間有機會 可以彼此對談的時候 我們可以彼此學到東西 比如說我們可以辦一個很大的聯席會 可能為期幾天 然後他們有機會彼此分享之後 回家去他們也可以進行問卷 可以去調查 會整之後我們再回來討論 變成一個政策 或者是變成一個project 可以向其他人分享 甚至成為政府在考慮政策上的一個 具有決定性的 也具有影響力的決定 所以這就可以促進學生與社會對談 對 對 那我最後 這個是 我很喜歡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法拉第 所以這是 台大生都慶的一個教授所寫的一本書 非常有趣 可以請大家去感想 那既然今天是短講比賽 我也從裡面結論一個 依據法拉第所說的 對短講的話 就是他認為一個好的講員 的關鍵條件 是可以從聽眾中的討論學習的 那這分享給大家了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